开始 我给你一篇论文 对 这个是加州大学博克利分校的一篇论文 文章标题直接翻译过来 是模仿专有的大语言模型 是一种虚假的承诺 但是这里承诺的意思是说 现在大语言模型 开语言的大语言模型能力比不过必然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有一种捷径 是想根据更强的必然模型的输出 对开语言模型进行微调 来提高开语言模型的能力 然后标题说这是个虚假的承诺 意思是说这种办法是不靠谱的 并不能解决实质问题 然后这里 专有的大语言模型指的就是 比较强大的 比如TrackGPT这种必然模型 所以这篇文章做的就是 对刚刚说的这种模仿 专有语言模型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然后评估的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和效果 我们先收集一些数据集 这里有两类数据集 要么是针对特定任务模仿 TrackGPT就是在一个特定任务上 收集很多TrackGPT的输出 然后训练小模型 另一种是针对所有行为 大范围模仿TrackGPT 利用人们在网上公开提的问题 以及TrackGPT的回复去模仿 这样得到数据集一般什么问题都有 这种模仿是想要在整体效果上 达到TrackGPT的效果 然后再对不同的基础模型 规模 还有不同的基础模型 还有不同的数据量 来微调这些模仿TrackGPT的模型 具体用的是GPT2 1.5B LAMA 7B和LAMA 13B 最后再通过人工评分和GPT4评分 以及经典的NLP基准进行模型评估 人工评分是给每个评价的人 提供一个任务 然后还有两个模型的输出 两个模型 一个是TrackGPT 一个是模仿模型 评审的人不知道哪个是哪个的输出 就跟盲审一样 然后刚刚说到有两类数据集 一类是针对特定任务去模仿TrackGPT 这里他们是针对Natural Question 去构造模仿数据集 NQ里面大概是 大多是一些关于维基百科的事实性问题 他们先从NQ这个数据集中挑选了 实对QA作为最原始的例子 然后再从这个实对中挑选 随机挑五对QA给TrackGPT 要求它生成类似 但是不同的答案 就这样迭代 最后得到模仿数据集 里面有六千个额外的QA对 这个得到的数据集就叫做NQ Synthetic 它是针对这种数据进行模仿数据集 先挑十对Question Answer的作为C的 然后随机挑选五对HMGP 让它生成不同 就是问答对给它 然后让它再生成不同的答案 这样的话就额外 那Question其实还是一样的什么样 一样的 它只是不同的答案是吧 嗯 OK 好的 然后另一类是大范围模仿全GPT 这里主要有三个来源 来收集数据集里的例子 一个是 一个是来自用户在ShareGPT网站上的对话 然后他们还做了重复数据删除 并且删除了非英语的绘画 最后大概剩50K个例子 每个例子里都包含了很多个对话回合 第二个是HC3 就是英语的Human全GPT比较语料库 里面包含了大概24K个用户的提问 以及27K个全GPT的回答信息 然后最后一个是 大概包含了10K个用户和全GPT的交流信息 然后作者把这三个数据集进行 清洗去虫之后 构建了一个新的数据集 叫ShareGPT Mix 所以作者就在新得到的这两个数据集上进行 对模仿模型进行微调 然后并且进行评估 一开始他们对模仿模型的输出质量感到很惊讶 因为左边这张图是重包工人的评价 有70%的输出 被他们评价为和全GPT一样或者更好 所以看起来这些模仿模型的数据 哪里哪里显出来了 左边 有70%大概 所以他们一开始觉得这个微调之后和全GPT 效果差不多 竞争力相当 但是中间这张图是在NQ数据集上 这个可以看到随着模仿数据的增加 模仿数据的增加 模仿模型的性能没有提高 然后准确性最后是再降低 反而是最右边的 直接增加了模型的参数量 能让模型效果变得更好 这个是用GPT4来评估 然后得到的趋势和刚刚重包工人评测的是一致的 这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GPT4来判定 NCHAT的GPT和模仿模型的效果 还有 等一下你往前前面前面前面 再前面一个 这个实验就说 在人评估的时候是没问题的 但是到了针对性的自动化评估的时候 就是在NQ数据集 那就是只是在这个NQ这个地方 距离并没有缩小是吧 而且我看还有下降的趋势 那那那这个那这个就是重包的这个Evaluation 他这个他评估的是什么呢 他评估的不是问答吗 他也是问答吧 嗯 他是看那个生成的答案怎么样 然后他们 他们感觉好像差不多 他他这样子就是说 他通过第二个实验 就是NQ实验 就是说这个模型并没有进一步缩小 这样这样合理吗 你感觉 这就是我没有明白的是这个为什么说 为什么NQ这边会变差 然后那个就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差呀 这个后面后面会说 哦会有那等于那继续讲 啊后面看 啊就是说员工为什么会会被骗了 嗯 就我一下看 啊 啊这个 这个也是 这个和刚刚那个那个图差不多 也是说提升数据量 就是上面第一排的不会提升效果 然后下面那个提升模仿模型的参数量 可以提升模型的效果 说明基础模型的效果才是关键 所以他们就进行了分析 然后然后认为呃模仿模型只是 模仿的CHATGPT的分隔 也就是CHATGPT的说话方式 但是不能模仿他的事实知识和真实能力 这里右边那个是个例子 右边这个是一个关于强化学识的问题 CHATGPT回答的很好 但是又呃 红色的那个模仿模型 就就有很多事实错误 就是红色的都是他错误的地方 所以如果不是对强化学习有足够足够了解的话 可能就被骗了 所以一开始呃 人工评分很高 就是因为重包工人没有领域相关的知识 无法辨别这些模仿模型的事实性错误 就看到他们感觉说话像CHATGPT 就感觉达到了CHATGPT的效果 所以说一开始重包工人评分很高 这是形式化上面的 对对对 就是看起来对而已 实际上并不是 这个东西怎么这么有科学 怎么这么有哲理性呢 就有其实有很多人平时生活就这样 就他们可能只是说话的口气腔调想 但其实他们就缺少事实知识和能力的 嗯 再往下看 嗯 所以所以真正限制这些开门语言模型的还是模型的基本能力比较弱 嗯 如果想要从根本上去提升开门模型能力的话 想要模型训练好的话 要从根本上去提升开门模型能力 比如说参数量要比较大或者或者预训练数据要足够多 而不仅仅就是在CHATGPT上微调一下 他这个是死去啊 你是一篇文章把人家放完全全全全全铲掉了 因为现在好多人干的事情其实都在干这个 因为因为没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钱 你参数量上去很简单 你钱啊 是 对不对 嗯 你要么就数据那个参数量数据量 这两件事都是跟钱相关的 那没有怎么办呢 尤其很多高校要发论文 他们就拿拉马模型作为基础模型 你看搞了多少个了 现在各种奇奇怪怪的GPT你往上搜一下来 各种各种GPT都是这么干的 他们要么就是数据量 就是这种方法 要么就把数据做个更精准的数据 要么就是甚至我看到还有一些方法 就是说他只是监督过程啊 这种就是在玩这种 其实别的没办法呀 要是数据量够多的话 顺度不用微调了 对感觉实验就是啊 后面还有 然后然后对 对还有几个实验 左边这个是在那个 就是针对特定领域 收集到的那个数据纸上 微调效果变好 而且在模型参数量上去之后 效果就更好了 这个说明 如果想在某个领域上 达到ChartGPT的效果的话 那模仿ChartGPT 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但是 是在那个ShareGPT 跟Mix上微调效果反而下降了 这还是说明整体上模仿ChartGPT不可行 然后右边这个是 那这个还是挺好的 那就说明还是有点希望的 特定领域 它这个要对大家想法 就是说对 在特定领域 因为其实你 你现在要去做一个通用型的 其实这种事情是不现实的 所以可能更多的时候是 比如说你在某个 比如说医疗啊 或者某个金融的某一个小领域啊 我需要定制化的做一个东西 那可能这种问答系统的话 还是可以干的 对吧 路没有完全毒死 路没有完全毒死 右边这个就是说 虽然模仿模型模仿的是ChartGPT的分隔 但是它也继承了ChartGPT的 尽量避免有毒的输出 在右边这张图里面 数据量变多之后 它那个Real Toxity Prompt 上面毒性变小了 一直在变小 这个意思啥意思 这个Real Toxity Prompt 好像是个数据集 然后左边那个是无毒的分数 然后它无毒的分数越来越高 说明它的毒性越来越小 还有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在某个特定领域上 能够跟ChartGPT效果相当 那有个疑问的是 在这个特定领域上面 如果我用以前的那种小模型 是不是也能做到这个事情 就是像左边这个图里面 有点逼近的感觉吧 我想说的是 在这个通用的这种大圆模型 就是很少全世界之前 以前的玩法不是都是 一个领域上面有一个小模型吗 那这个小模型就能在这个特定领域上面 完成工作了 跟这个用这种语言模型 去在这个地方微调一个 这个差异有多大呀 所以这其实是我有个疑问的地方 就说你既然既然你现在做不到通用对吧 你只能在某个领域上用 那你既然是某个领域上用的话 那我跟某个领域上面的某些小模型 是不是就能够完成 那个小模型像以前的Bert之类的 就这种模型 这个没有比较过 这可能后面可能去考虑考虑看 是个问题 再往下看 然后最后文章还有讨论的部分 讨论了很多 比如说根据实验结果 微调没有什么改善 甚至会降低 就是侧面说了大圆模型的能力 主要来自于预训练阶段 然后微调就是 一个轻量级的方法来引诱这些模型 引诱出模型自身的知识 然后还讨论了一些局限性 比如说我们不知道 ChadGPT使用的是 预训练数据是什么 可能有这篇 可能这篇文章用来评估的一些任务 ChadGPT也训练过 就导致那个accuracy 不准确 还有一个是文中收集模仿数据的方法都比较简单 可能会有更先进的方法来提高模仿模型的性能 然后再比如是 模型虽然继承了好的 但是ChadGPT或者其他一些地缘模型的弱点和偏见也继承了等等之类的 讨论很多 还有讨论到公司 就是一些大公司怎么做呀 之类的 他说如果他的基础模型很好的话 那别人模仿他也是达不到他的效果的 然后对于小公司的话 就是模仿 就没什么前途的感觉吧 还是要提高自己的基础模型 然后总的来说就是这篇文章对那个这种方法进行的批判 然后展示了开源和必然模型之间能力差距 之后说如果基础模型不好的话怎么微调都没用 还是要还是要开发更好的基础模型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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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的 无或是